近日,河南平顶山市程女士在社交平台实名举报夜县叶一镇北水城村党支部书记赵某某,利用职务质变对其威胁,并强行与程女士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长达七年,引发关注。 10月27日,夜县联合调查组通报,我县叶一镇一女子在网上实名举报该镇北水城村支部书记赵某某的相关问题,夜县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举报内容调查核实,赵某某已停止。 调查组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一计进行处理。据此前报道,程女士举报称,村书记赵某某利用职务质变,强迫自己与赵某某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 如果不从,赵某某就对程女士进行殴打,并以程女士家人的生命安全作为要求,迫使程女士从2016年至今遭受长达七年的胁迫与伤害。 今年程女士对此进行了反抗,程女士的家人因此遭到赵某某殴打。